不满遭婆婆羞辱 妇人趁婚礼下毒88人送医五人亡 印度一名妇人结婚后长期遭婆嫁妻五 嘲笑她肤色太黑 并挑剔她厨艺 日前她趁亲友举行婚礼时在食物中下毒 造成88人中毒 上吐下泻后送医治疗 其中五人死亡 该妇人遭警方以谋杀罪拘捕 孔面临死刑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这名妇人苏瓦西 Predna Servais 22日与婆家一同参加有120人的大型婚宴 期间苏瓦西欲把杀蛇用的粉末混入老公 婆婆及小姑的食物中 不料苏瓦西还来不及下手 她们早已享用晚餐点 苏瓦西便将目标转移至其他层七五她的亲戚 导致她们在咽后纷纷出现腹痛 恶心 上吐下泻等中毒反应 88人不得不紧急送医 最后有五人死亡 其中三人是未成年人 一名13岁的幸存者 受访时表示 一开始觉得斗尼长起来有点苦 因此没有继续食用 苏瓦西公称 因长期遭婆嫁七五 嘲笑她肤色太黑 厨艺不佳 忍无可忍的她才会趁婚宴上无人住一时下毒 想毒害丈夫 婆婆 姨母以及两名小姑 最后苏瓦西遭警方以谋杀罪拘捕 孔面临死刑